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世家MD平台的动作游戏 铁钩船长 本作出品于1993年 实际上它还有一个超任的版本 两个版本几乎是一样 熟悉这款游戏的小伙伴应该能够看出来 我玩的是世家MD版 因为超任版的彼得潘 穿的衣服是绿的 世家MD版穿的是黄的 可能提到铁钩船长 小伙伴们最熟悉的就是阶级的版本 阶级版和本作是同年发售的 但超任的版本要早一年 是92年发售的 这里我捡到了奖命 这个奖命的数量非常夸张 一下子就奖了三条命 这款游戏正常通关的话会有二三十条命吧 非常的多 这里打的boss大家看着眼熟吧 可能很多小伙伴会想这不是阶级版的同伴吗 怎么在这里变成对手呢 实际上这里是在训练彼得潘 因为他已经忘了自己是小飞侠了 给大家看一下游戏的地图系统 这个岛就是梦幻岛 这里我捡到了一个最重要的道具 增加的是血量最大值的上限 另外游戏当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道具 就是剑 现在转转弓的攻击是有剑光的 如果受伤的话 手里的武器会丢掉 这样的话你也失去了剑光的能力 再次剑到剑的话 攻击又会出现剑光 这里又剑到了一个奖命 奖命和血量最大值上限的道具 尽量给大家收集一下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 血量最大值的上限就是四 剑多了也没有太大的用处 另外如果你手上是有剑的 那剑这个道具就不会再出现 本作的boss难度都不高 一般打个三下四下 就能够解决 每次关卡开始之前 会有一个地图的系统 告诉咱们现在进度到哪 但是之前地图给大家已经演示一遍了 后面的部分就剪掉了 地图系统这个东西 可能最早接触是在超级麻料三代 或者是魂斗罗 这里说的魂斗罗是日版 因为美版是没有地图系统 另外日版的树叶会动 因为增加了一些内容 所以说日版入木的体积比美版要大 所以有人就怀疑是不是水下八关在日版的入木里才存在 那实际上这完全就是一个谣言 在这个地方我通过小精灵 补充了一下飞行的能量 飞行是本作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操作 跳跃起来之后 再次按跳跃键就能够浮空 浮空的同时 如果按了攻击键 会快速的冲刺 我好像在这一关讲了四条命 现在生命数量已经上双了 游戏的长度应该是九关 刚刚这个关卡没有boss 又拿到了一个奖命 飞行能量这个东西如果有机会的话 最好是把它加满 能够应对很多特别的情况 马上要掉到坑里的时候也能挽救回来 用的时候也要节约一点 比如说没有危险了 咱们就可以走路 除非你是速通的玩家 飞行冲刺的版面移动速度 毕竟是比走路要快 这里咱们如果 接近屏幕下方的话 会被美人鱼推上来 可能很多小伙伴看过电影 电影是91年的 铁钢船长的这些游戏 基本上都改编自电影 所以剧情上也没什么突破 相对来讲 将军版本的剧情 要更加还原一点 又是boss战 这里给了一个 飞行能量的回复点 boss把头伸出来 咱们再攻击 而且它的飞船 有一点像乌龟啊 过关之后会有一个结算的系统 分数在本作用处并不大 有一些敌人打倒了之后 它会出现 加分的道具 这个地方又有 三个隐藏的脚命 很多加分的道具 没必要去减 因为过关之后 你非常容易发现 每一秒能够换到100分 如果你打出来的分数道具 你需要走个三四秒去拿 而这个道具 只有一二百分的话 那就赔了呀 这个账很容易算 所以 还是赶路 最悦要紧 手里的剑最好是保持住 毕竟拥有远程攻击的手段 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屏幕上只能保持一个剑光 有剑光的情况下 你再次攻击 只是平A 可能很多小伙伴 当年这款游戏 没能够通关 但是现在 咱们回顾一下的话 就会发现 它的难度并不高 个别的地方 最好背一下板 但如果你有 非常基本的 动作游戏的 经验的话 那还是足以应对 大部分情况 这是一个 血量最大值的上限 我其实可以不来拿的 因为现在已经加码了 但是给大家 演示一下位置 这是老虎还是爆啊 碰到他的话是不掉血 也就是说他没有碰撞的判定 但是这款游戏 其他的敌人 碰撞的判定 一般都要比他的贴图要大一圈 而且你在操作的时候 转身 跳起来之后落地 移动起来都不是很方便 在冰面上还有一定的惯性 游戏跳跃的判定 做的还是很细致的 根据跳跃按键时间的长短 可以用出起码三个级别的跳跃 跳起来之后 团伸这一下 就代表你跳到最远 另外还有中跳和小跳 玩过玛利奥的 应该都比较了解 这里的boss最好走一下位 因为你如果是待在屏幕的一侧不动 他放出来的气球炸弹 直接会跟着你 那你击落的炸弹就没办法打中boss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往左面走 再往右面走 出现了一个强制卷轴的关卡 强制卷轴的话容错率会变低 不要错过任何的 增加你飞行能量的小精灵 小精灵我记得在电影里边叫小叮当 是朱利亚罗伯茨眼的 就这方面的东西我记得比较深啊 这里最好能够背下板 或者是小心一点往前走 把自己拖在屏幕的最右侧 这样看见了敌人还有反应的时间啊 加分的道具我就不去拿了 刚才落在树枝上之前 我又点了一下小跳 那实际上我就是对自己落脚点没有信心了 想要飞过去 结果已经落在树枝上了 把小跳又点出来 这就是非常明显的 反应能力不足了 但打法上还是以小心谨慎为主 这就是我这个年龄 玩游戏的人的现状 本关场景是煽动 这关是让我比较难受的一关 大家注意后面移动着的鬼火 版面是需要用它来照明的 如果你移动的比它快 那版面就黑了 所以这关有那么两种过关方式 一种就是像我一样 慢一点走 等着鬼火跟过来 另外就是背板大神 摸着黑行动啊 这个鬼火你如果攻击到它 它是会暂时熄灭的 这不是一个没用的设定 因为它也是有碰撞伤害的 如果你被它逼到墙角了 还是要打它一下 本关的流程也是非常长 如果比较小心谨慎的话 要打五分钟左右 刚才的左下角是有隐藏路线的 应该是有道具可以拿 这个版面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出来设计感 因为咱们落下来的时候落差比较大 所以说后面的鬼火明显是跟不上了 黑灯的情况下 如果你不是背板 你是看不到悬崖中段 过关的正确路线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隐藏的通道 这样的地点在本关其实很多 走到这里的话 本关就过了一大半了 后面还有一场boss战 我也搞不懂 为什么这种水手非要踩着木桶 而且是在斜坡上 他们到底是海盗还是马戏团 好大的坑 最后要对付的还是虎克船长 也就是铁钩船长 他为了报仇 把彼得潘的孩子绑架了 目的是要和彼得潘决斗 就是复仇 因为彼得潘小的时候把他击败了 但是现在的彼得潘只是一个中年大叔而已 并且忘记了小的时候的经历 所以后来铁钩船长想到的报复方式也绝了 铁钩船长发现彼得潘平时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孩子缺乏陪伴 所以铁钩船长就和孩子们一起玩啊一起疯 想让孩子们认贼做父吧 这个报复方式真的比较罕见 版面到达boss这里就不用鬼火了 boss的弱点是他的本体 而且要从后面来 因为他举着一个盾 我其实最开始也不大理解 为什么一个骷髅还怕从后面来 后来看见他手里的盾了 才明白为什么 来到了铁钩船长的船上 这里连续给了我两个奖命 敌人身上打出来的道具 还是具有一定随机性的 连续随了两个奖命 还是有点过分了 船上有一定的分支路线 一些船舱的舱室里边会给一些道具 这里是一个极限的跳跃 拿了能量之后到外面就可以飞了 刚才的房间往上飞的话也是有道具的 我估计给的就是一把剑 因为有剑的情况下飞上去你看不到他给东西 船上应该是分了两个区域 每个区域是一关 出现了新类型的敌人 手里拿着枪 另外还有扔飞刀的 一场BOSS战 BOSS这里飞着打就可以了 同样是不能够正面攻击 要从后面来 这个我擅长啊 过关之后你的飞行能量会被清空的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关了 最后一关的流程方面仍然是不难 最终BOSS就是铁钩船长 咱们要打他两次了 拿着盾牌的敌人正面也是打不了的 这里不要急 如果我有飞行能量的话 直接从下方就飞过去了 又给了一个奖命啊 这个给的真是过分了 25条命了 感觉在玩魂斗罗呀 跟大家说明一下 游戏当中进出船舱的时候 切换版面的时候 会有一秒钟左右的黑屏 这个部分我都剪掉了 其实一秒钟左右还好 后面到了PS的时代 读个十几秒二十秒都是正常的 来到了本关比较难的地方 这个场景最讨厌的地方在于 他有一个奖命 如果不拿奖命的话 会稍微顺利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交叉的魂斗 这里算是整个游戏当中难度最高的版面了吧 冲刺的时候 你上下移动的范围非常大 比较容易撞到尖刺 这个地方我找机会把飞行的能量补满 然后直接从敌人这个区域绕过去 这个小胖子大家眼熟吧 也是阶级版本的可选角色之一 力量型的 前方就是boss战 铁钩船长出剑的时候 你才能攻击到他 boss要打两次 第二次的难度稍高 同样也是要等对面出手 然后抓机会去打 铁钩攻击的距离非常远 打了三次之后 铁钩会脱手 这样的话船长就只会平A了 如果他不是在攻击的情况下 咱们打他的话 他会防御 通关之后会出现一个系列的名场面 和阶级版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视角略有不同 那好吧 这样一款世家MD平台的铁钩船长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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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